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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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 你后来英主任委成为DJ 你播歌的路亦很广泛 你懂英文歌 文歌更加不用说 你还会播中文歌 我甚至发觉你播日文歌 播欧洲的某些国家歌 你也有 你算是可以说是种类相当多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乐坛 香港本身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的大都会 我们不应该限制于 当然当年我们小时候 一直长大是殖民地时代 主要是欧 其实全世界都是受欧美的流行榜影响 所以我们唱的当然是英文歌 我们看的电影都是西片 荷里活的电影 你那些主题曲 全部的歌手都是来自荷里活 来自欧美 主要是美国 但是我自己因为唱文歌 一唱文歌 我就不只是跟随着流行乐坛 譬如我会无端端听欧洲的文歌 其实文歌最多的就是欧洲 尤其是英国 譬如爱尔兰文歌 现在也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历史悠久过美国几十倍 如果说文化的深远 根基 法文歌其实影响香港很大 其实影响 它不是直接影响香港 它是先影响日本的音乐 《五轮真弓》 全部都是受法国歌影响线 然后进入日本的乐坛 然后我们疯狂地被当年的日本风影响 你记得 你亲手做的流行榜 我想有 不要说八成 我想会有九成歌是翻唱日本歌的 《五轮真弓》、《谷川新思》 徐小峰、譚永论 你说吧 八十年代全部都是 《梅艳芳》 《山口百位》全部都是 起码有九成的歌 你想想那种互相影响 音乐是无分各界的 但其实我们是 真是好的音乐耐者不拒就对 全部都吸收 我们更加有利涨的就是 尤其是我 你现在叫我和张德兰一起唱也可以 因为我立刻会唱小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这样分徒的 我小时候怎会没听过粤曲 你不用学 我天天放学 阿嬷就正在播 你已经入脑了 真的 你怎会不懂中国的广东小调 《月光光照地堂》 你怎会不懂呢 你怎会不懂跑马流流的山上 因为学校要学的 那我们将这些那么多不同的音乐 尤其是文歌的音乐 融为了看的时候 我自己因为做了DJ 那我就可以有一个自由度去发挥 我们当年的电台在一部好 就是不会规定你播什么 尤其是我做的每一招的节目 是任我自由发挥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才会突破到 所以我播很多抒情歌 我很喜欢播邓丽君 喜欢播许冠杰 但我无端端可以播发文歌 我敢播纯音乐 我觉得是 是的 最重要是为听众着想 你早上不一定要播的士高 除了的士高 有没有其他 有 最重要是有选择 我的风格主要是书情 所以我现在唱歌也是 我选了七八十年代最经典的书情 靓歌 我叫做靓歌 靓歌是我先发起 我用了几十年 到现在还在用 靓歌半声哀 是靓歌半声哀的节目 现在是2000靓歌再唱 这些我觉得是香港的贵报 什么叫贵报 七八十年代 尤其是八十年代 你最懂 你下了很多力 是毅丙郎 我真的要多谢 如果这些经典的广东歌 我们不要摆在博物馆 不需要的 我们去保育 如何保育 很简单 发扬光大 将它介绍 重唱 重录都很重要 我们现在要开放唱片界 才有人买 普通唱片没什么人买 现在这些再重唱 年轻的歌手唱 不同的歌手唱 男唱女 女唱男 我们可以发挥得很大 于是这些歌 就开始传重 我很多年轻人听过 这些什么歌 很好听 我今天听到一首歌 是不是叫做涟漪 涟漪是我们当时的经典 但他未必懂 他都未出世 陈八强离开了 他都未出世 于是乎 我很想 这些十几年其实是在做的 将这些歌叫保育 美歌保育 将它一路延续下去 其实说到尾 这些每一粒都是一粒 沧海为珠 其实是一粒真珠 是我们香港音乐文化的大宝藏 古典音乐 继续 贝多芬不会死的 根本死了很久 但他永远都会流传 但这些歌 如果我们不播 我现在为何要做电台 坦白说 其中一个我自己心里面的愿望任务 就是要继续播 继续介绍 否则 舊一辈的 我们那辈的 没有了一个衣柜 听不到这些歌 电台都是娱乐 第二 新的人不会知道有这么好听的歌 其实很简单 你开电视机 你会会心微笑 最近最流行的那几首歌 全部都是旧歌 然后叫个二十岁的女歌手翻唱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已经有个宝藏 作曲当然要 创新也要 不过这些这么经典的旧歌 正等于粤剧 我们的广东大戏 发扬光大 现在可以在西九下 是好事来的 因为是我们的贵宝 是我们广东人的传统贵宝 那流行音乐又怎样呢 我们这些流行歌曲又怎样呢 这些经典的歌又怎样呢 是否一个宝藏呢 我想问 我想问 如果你现在作为一个DJ 你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 你会提议一个DJ 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现在的流行歌曲 那个圈子里面 我想一个DJ 如果当然要分很多不同的范畴 例如我 我不用说 我也是一个资深的DJ 我在七八十年代成长 所以我对七八十年代的歌最熟 这是我的任务 我不会浪费时间 也不会踩过界 我播现在的歌 不是不懂播 不是不懂评论 有很多人做 应该年轻的去做 是不是 我便坚守 和尽量将这些 我心中的季报发扬光大 我除了在电台之外 我做演唱会电台 我自己录唱片 我是唱片公司 我是在教育上 我有一些力量 我便将它发扬光大 尽我的能力去保育 但如果是新的那一批 我觉得他们对音乐知识不足 他们应该像我们以前那样 不会多一点去专研 例如介绍一首新歌 不是说人物 谁红你就播谁 也对的 这是潮流 但为何它会红呢 你介绍歌曲的时候 你要希望那个听众 我也希望听众 等于一个导赏团 希望它了解 你看电影也是这样 如果你越懂电影 你便越过瘾 越有味道 你觉得名色很英俊 如果你播歌也是一样 如果你能够在多方面 去了解歌 然后再分析介绍 轻巧地告诉歌曲 好听在什么 唱歌的人是怎样唱的 这叫什么风格 甚至乎很简单 这叫什么节奏 你很喜欢现代的 Rhythm and Blues 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的 现在R&B 只知道是这样 但是层次是浅浅了 现在在传媒介绍 日久 你就觉得越来越疏离 只不过觉得是一个花瓶 这段时间很流行 很容易 我都会跟着唱 然后三月之后 我就完全忘记了歌曲 是很容易的 因为歌海浩瀚 但是我以前的经典 那些 几十年后 你也认识 他也认识 因为旋律 歌词 层次不同 多层次 深厚地影响了 我们的记忆 我们一喜欢 就变成了我们 脑海里面的一个宝藏 譬如我现在 里面有多少千万首歌 我都未必记得完 但是 你一唱我 就会记得我听过 其实人的脑 可以摆无共进 那么多好东西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 我认识那首歌 我认识那首歌 我唱得很有味道 我自己很陶醉的时候 就变成了我的财产 我宝贵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 希望我们的新DJ能够 听到你的话 希望